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无反顾的射 射箱是一种非常名贵的中药材和高级香料 因此很多不法猎人为了获取射箱 而冒险在射生活的丛林里进行偷猎 不好 枪声 有猎人来了 我们快跑 不然生命会有危险的 好烈啊 枪声离我们那么远 我们干嘛要跑得这么拼命 真是浪费力气啊 你太年轻了 还没有见识过猎枪究竟有多厉害 他可是能在很远的距离就击中我们 没错 我的哥哥就是被猎枪打死的 人类为了获取我们身上的射箱 不惜夺取我们的生命 他们是非常自私和恐怖的 是的 我的父亲也是被猎人打死的 然后他们残忍地用刀切掉了我父亲身上的射箱 所以我们一定要和人类保持非常远的距离才安全 天啊 真是太可怕了 人类怎么会这么残忍啊 哦 有脚印 看来刚才有几图射正在这里活动 真可惜 让他们跑掉了 都怪你 你刚才干嘛要开枪啊 你看吧 把射给吓跑了吧 我这不是刚才看到一只眼鸡吗 谁知道那些射会在这里啊 以后我们可得小心一点 别因小失大的 在山林里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 这让生活在这里的射每天都提心吊胆 他们随时都有被猎杀的可能 那里安全吗 不管怎么样 我们总得喝水啊 要知道 山林里只有这么一处水源 但我们还是要小心为上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那里不会躲着猎人吧 哦 我曾经最好的朋友 就是被躲在灌木丛里的猎人 开枪猎杀的 是啊 我们看不到那里 如果那里面真的躲着猎人 可就危险了 可是 我们总不能因为惧怕猎人 而不喝水吧 哎 他们为什么不过来啊 难道他们觉察到了我们吗 不要说话 他们一定会过来的 这次可不能再把他们吓跑了 怎么办 我们不会就一直在这里站着吧 那里看上去根本没什么危险 这样吧 我先过去探探路 你不要过去 还是我先过去探探路吧 要知道我的动作可比你敏捷多了 就算有危险我也可以躲开的 射跑过来了 干嘛不开枪啊 小声点 要是让他听到了 可就糟糕了 你们不要过来 有危险 不好 有猎人 我们快跑 你干嘛要开枪啊 等那几头射都走过来 我们将他们一网打尽多好啊 你们俩刚才的话 已经惊动了那头射 如果我不及时开枪的话 这头射也会跑掉的 看来又是我把事情搞砸了 不管怎么说 我们今天可是有收获的 这只射身上的箱 可支不少钱啊 它是为了我 才被猎人打死的 都怪我 我不该让它去西边 你不要太自责了 猎人们可是继凶残 又狡猾的 以后我们可要小心 否则 我们也会被他们猎杀的 嗯 然而 生活在山林里的射 哪里是猎人们的对手 他们一支支被猎人残杀 而贪婪的猎人 丝毫没有收手的打算 为了获取更多的射箱 他们想尽办法来捕捉猎 猎这些事 喂 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猎人们距离这里很近了 啊 猎人们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这里一直不是很安全吗 猎人们怎么找到这里的 别提了 为了躲避猎人 我们不是一直在这周围生活吗 也不知道猎人们是怎么发现这里的 他们开始朝这里逼近了 我们已经有两个伙伴被猎人打死了 天啊 这真是太可怕了 原本以为 我们的宝宝 会在这个安全的地方顺利出生 现在看来 是不可能了 我们该搬家了 人类真是可恶 我们还能去哪里啊 哎呀 我们又一位同伴被猎杀了 他们距离这里越来越近了 我们得赶紧走 然而 怀有身孕的磁舍 跑了没多久 便体力不支 而猎人 似乎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行踪 一直紧追不舍 不行了 我实在跑不动了 猎人马上就要追上来了 我们不能停 可是 我真的跑不动了 你们赶快逃跑吧 不行 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好了 你们俩赶快去躲一躲 我去把猎人们引开 不行 那样太危险了 再说了 即便要引开猎人 也得由我来引开 行了 你就不要跟我争了 孩子不能生下来 就没有父亲 不行 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我们是朋友 好了 你放心好了 我只需要弄出点声响 将猎人从这里掩开 不会有事的 射 一头射 朝那里跑去了 我们快去追 哦 他们终于走了 可是我们的朋友呢 他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啊 不好 他被人类抓住了 可恶 可恶 竟然没打中要害 快追 可不能让他跑掉 放心 他受伤了 跑不了多远的 我的朋友 遇到了麻烦 我必须要过去帮他 你赶快走 我会去找你的 你一定要小心啊 你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猎人们此时一心想要抓住 那只受伤的射 他们紧追不舍 而那只受伤的射 因为长时间奔跑 再加上一只流血 他渐渐地感到视线模糊 不行 这样下去 我可坚持不了多久 我得找个地方躲起来 不好 这是毒蛇聚集的地方 一旦闯进去 可就惨了 我还是另找地方吧 猎人要想在这里找到我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头射跑哪里去了 怎么会不见了呢 他受伤了 跑不了多远的 我们仔细找一找 他肯定是藏起来了 对的 好好找下 一定可以找出他来的 你们说那头射 会不会躲进这片树林里啊 有可能 我们进去找找吧 这片树林太茂密了 我们又不熟悉路 一旦深入其中的话 很可能迷失方向 我想我们还是小心为上的 是啊 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我们不会就这样放弃了 我们不会就这样放弃了吧 在我们身后方向 好像有一头射 既然我们找不到那头受伤的射 那还不如去猎杀身后那头射呢 那头射好像正朝我们这里走来 我们不如就在这里守住带兔如何 这主意不错 这个家伙要做什么啊 他怎么朝这里跑来了 这样下去 他会被猎人打死的 不行 我得去救他 是射 那头受伤的射 跑出来了 我们快抓住他 快点追 别再让他跑了 他伤得这么重 哪里还跑得了 好 看来我们可以取到射箱了 受伤的这头射 吸引着猎人们 来到了聚集毒蛇的山洞 然后他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 而立誉熏心的猎人们 也紧跟其后追了进去 啊 毒蛇 我们快离开这里 我 我被咬到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山洞里猎人们的呼喊声 越来越虚弱 直至消失为止 公社和瓷舍走到了洞口 他们看着山洞 眼里流出了泪水 内心充满感激与悲伤 并且非常感谢同伴救命之恩 让他们躲过了被猎杀的命运啊 旧子的狐狸 在大山脚下 有一个小山村 由于这个村子 距离山林很近 因此经常有山上的小动物 跑到村子里的农户家里 你们知道吗 昨天晚上有着刺猬 跑到我们家里了 刺猬有什么了不起啊 前一阵子 我家里闯进来一只小碗熊呢 原本我想养着它呢 可是那家伙 机灵得很 竟然逃走了 哦 怎么你们家里都有山上的动物来做客啊 怎么小皮 你家里从来没有动物来拜访吗 是啊 我家里从来就没跑进来小动物过 山林里的小动物 通常都喜欢晚上跑进家里 而且 他们最喜欢跑到厨房里 因为那里没有人 还暖和 可能还有吃的 那只小碗熊就是我在厨房里发现的 没错没错 我也是在厨房里发现的那只刺猬 是这样吗 那我今天晚上也去厨房里看看 从那天起 小皮每天晚上都会偷偷溜进厨房 查看是否有动物跑来 半个月后的一天 他果然在厨房里发现了贵客来临 果然有客人来了 真是太棒了 但这是什么动物呢 小皮 你不睡觉 跑来这里做什么呢 爸爸 我们家来客人了 你看看 呀 是一只小狗仔 太棒了 爸爸 它长得好可爱哦 我们养着它吧 哎呀 小皮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小狗仔啊 妈妈 它是自己跑进我们家的 我们就养着它吧 哎呀 这是个宝贝 是个宝贝啊 这是宝贝吗 一只小狗仔 那算得上什么宝贝啊 这哪里是什么小狗仔啊 你看 它这长长的尾巴 绿绿的眼珠 尖尖的耳朵 小狗仔 是这个样子吗 对呀 它的确和普通的小狗仔 不太一样哦 爸爸 这个小家伙究竟是什么 它是一只小狐狸啊 天啊 我们村子里 一只穿烟 有只狐狸跑进来 没想到今天 竟然跑到我们家里了 要知道 在我们村庄里 发现狐狸 可是极其罕见的 可不是吗 这狐狸的皮毛 可是非常值钱的 一张好的皮毛 能换三亩好地呢 我们把它养大 买了钱 好给你看病 老公 你不能这样想的 它也是个生命 我不能因为要治我的病 就伤害它的 好的好的 我会听你的 我不会伤害它的 狐狸不知道好不好养呢 我想将它养在我们家里 放心吧 很好养的 不用担心 这个问题 就由我来解决吧 就这样 小皮一家人 便将这只小狐狸 养在了家里 它在全家的精心照料下 长得非常快 才过一段时间 它便长大了 小狐狸 你不要踩我妈妈 我妈妈身体不好 小皮没关系 这个小狐狸 像你一样顽皮的 它长得可真快啊 现在这个样子 已经不能在家里养了 我要在院子里 捡个木笼子 关起来 嗯 爸爸 我来帮你 小皮和父亲两人 在院子里 建个笼子 要关狐狸 母亲隔着窗户 看着他俩在外面 忙碌着 以后晚上 你就在那里住着好了 不要在屋子里 跑来跑去的了 院子里的木笼子 建好了 父亲和小皮 将小狐狸抱了进去 小狐狸在里面 转来转去 然后发出一阵阵叫声 爸爸 是不是因为里面太小了 小狐狸好像不是很喜欢这里啊 当然不会喜欢了 不过 我们也是在晚上 让他住在这里 这几天晚上 他在屋子里 闹来闹去 让我一直都睡不好 白天 我们还将他放在外面 嬉闹 晚上再放进去就好 嗯 这样好的 啊 今晚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然而 当天夜晚 小皮和他父亲 又被吵醒了 他们听到了屋外 传来了一阵阵狐狸的叫声 爸爸 这是什么声音啊 这是大狐狸的叫声 它应该是冲着 我们家的那只小狐狸 小狐狸来的 天啊 竟然是一只大狐狸 看来 这是小狐狸的家人 找上门来了 大狐狸 围着院子里 小狐狸的木笼 不停地转来转去 一边转着 一边不停地叫着 而小狐狸 也在里面 不停地叫着 大狐狸叫了一会儿后 便开始用爪子 抓挠着 关着小狐狸的木笼子 爸爸 他这是要想把小狐狸 就走啊 爸爸 现在该怎么办啊 没关系 我们木笼子很结实的 它是没办法打开的 果然 大狐狸 弄了一阵子后 感觉 无法打开 便急切地转来转去 突然 他看到了木笼子隔板处 都有一个缝隙 大狐狸 急忙凑了过去 然后 许久没有动 哎呀 那只大狐狸 在做什么啊 它怎么 突然这么安静了 爸爸 它不会再想办法 敲开那个门吧 哎呀 那只狡猾的大狐狸 如果真的把小狐狸给放走了 那可就糟糕了 我还指望用她的皮毛换钱 给你妈妈治病呢 说着 她一下子从屋子里冲了出去 院子里的大狐狸 看到有人出来了 惊吓了一下 然后急忙地一转身 快速地一跳 就跑出了院子 这个家伙跑走的速度 可真快啊 天啊 这是什么 爸爸你快来看啊 哦 这是奶水啊 原来 那只大狐狸 是小狐狸的妈妈 爸爸 不如我们把这只小狐狸 放了吧 它也是个孩子 这么小就离开妈妈 真是很可怜的 小皮 你只觉得小狐狸可怜 难道 你就没想过 你的妈妈吗 要是把她放了 你妈妈的病 要怎么办呢 哦 小皮 听爸爸的话 这事 你千万不要和你妈妈说 你妈妈她心地善良 她要是知道这件事情 一定会放走这只小狐狸的 嗯 我知道的 大狐狸 每天晚上 都会来给小狐狸喂奶 最终 这件事 还是让小皮的妈妈发现了 这些奶是怎么回事呢 啊 小皮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快告诉妈妈 小皮 一五一十地 和母亲说起了 那天晚上的事情 母亲听后 面露惊讶 爸爸不让我和你说这件事情 他怕你将小狐狸给放了 可怜的小家伙 你别关在这里的话 真是会把你父母亲给担心死的 是啊妈妈 昨天晚上我看到了有两只狐狸出现在我们家院子 不过 一转身 他们就不见了 难道他们要放弃自己的孩子吗 不会的 做父母的 是不会放弃自己孩子的 我猜他们一定在想办法救他出去 妈妈 可是如果小狐狸跑掉了 我们可就没钱给你治病了 小皮没事的 妈妈的病会慢慢好起来的 哎呀 好狡猾的狐狸啊 多亏我及时发现了 否则到手的钞票就这么飞了 哎 老公 你发现什么了 你快来看啊 可恶的狐狸 竟然在这里挖洞 他这是 想挖洞到我们的院子里 救出那只小狐狸啊 在野兽中 欢是挖洞的高手 而狐狸对于挖洞可一点都不在行 他竟然能挖出这么一个洞 可真是不容易啊 他这是 救子心切啊 我还指望 用小狐狸的毛皮换钱呢 可不能让他跑了 我去找些水泥 将这个洞堵上 老公 算了吧 我不希望用这只小狐狸的生命 来医治我的病的 你不要管 我自有打算的 小皮和妈妈 看着父亲 用水泥浆冻堵上 然后还在上面 压了一块大石头 当天晚上 小皮家外面 传来了狐狸爸妈 绝望哀愿的剑声 那声音 令人甘惩忏忍 从夜晚 一直持续到黎明 老弟 昨晚狐狐狸在你家门外 叫了一夜 那声音真是太凄惨了 我看你还是将那只小狐狸放掉吧 是啊 老弟 放掉它了 就当做行善吧 放掉它 是绝不可能的 哼 既然那两只大狐狸找上门来了 那我就让它们有来无回 它们的毛皮也值不少钱的 啊 你也想要抓住大狐狸 狐狸可是非常狡猾的 要想抓住它们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抓不住 就打死它 今天一大早 我就去老猎人那里 借来了一只猎枪 今晚它们还敢来的话 就让它们死在这里 啊 然而 天刚刚变黑 那两只狐狸 便出现在了村口 老弟 狐狸来了 狐狸来村子里了 今天 它们这是疯了吗 这么早就来了 哼 来得正好 来了就别想回去了 你可恶的家伙 看看我俩谁厉害 你 你这是干什么 放过它们吧 让它们一家人团聚吧 它们怎么一点都不害怕 可恶的狐狸 它们这是 在对我进行挑衅啊 说着 它又一次端起了猎枪 这时看 那两只狐狸 突然大叫了一声 叫声更响 田间地头 以及远处的山上 出现了许许多多 大大小小 各种颜色的狐狸 它们像一道 洪流似的 将小村子围了起来 各个虎视眈眈 呲牙咧嘴 村民们面对这些狐狸 显得非常惊恐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狐狸啊 这些狐狸 它们想要做什么呢 看起来好吓人啊 阿龙 你快住手 不要伤害它们 你赶快将小狐狸 还给它们 是啊老公 把小狐狸 还给它们吧 孙长都出面来制止了 哎 好吧 我这就去把它带来 还给它爸妈 小家伙 回家去吧 瞬间 众狐狸四散而去 不一会儿 就消失不见了 只留下众人 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即使面对生死存亡的关键 狐狸的父母亲 还是不畏生死的 想要营救自己的孩子 人类爱子如此 动物亦如此 希望人们 可以好好的爱护动物 不要伤害它们 一同和谐生活在这地球上的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每一个流行佛法的地方 一定会看到佛陀的塔 设立塔 为什么 佛的塔代表佛的心 菩提心 也代表成佛之道 能够看到佛塔 能够拜佛塔 能够绕佛塔 供养佛塔 都有无量的功德 消除无量业障 一只鸟飞过佛塔 乃至影子 它就脱离上额道 乃至将来 也可以走入成佛之道 所以希望各位 多发心造 不分大小的佛塔 多礼拜佛塔 阿弥陀佛 中华印经协会 邀请大众一起 造塔 绕塔 供养佛塔 走向成佛之道 滋养生生世世的慧命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护名中华印经协会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祈福超度法会 恭请战德法师主法 日期 2月25号星期二 上午9点 恭送金刚经 药师经 下午1点 恭送地藏经 地点 水灵杂粮生产和作社 地址 云林县水灵乡 湾东村 正义南街3号 联络电话 05-633-1565 05-785-5226 生命电视台北生命道场 举办传授八关灾解 祭否田大贡 恭请战利法师主法 日期 2月28号星期五 上午8点半 下午恭送孔雀明王经 普生祭甘露诗时 地点 台北生命道场 地址 台北市名声西路 300号二楼 联络电话 02-2550-9900 02-2550-9900 访会被有免费消灾 超见牌位 供大众填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露诗时 与小猎人 阿宽是村子里一位非常优秀的猎人 他十几岁的儿子阿强也一直梦想着 能成为像父亲那样优秀的猎人 爸爸 我也要像你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猎人 你什么时候能让我自己带着猎枪来打猎呢 阿强 你现在还小呢 再过几年你才能使用猎枪 你现在应该学的不是如何使用猎枪 而是如何琢磨猎物的心理 阿 琢磨猎物的心理 难道那些鸟还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吗 当然了 野鸡 野燕 鸳唇 它们都狡猾着呢 只要我们摸准了它们的心理 那才能百发百中 嗯 好的 我会好好认真学习的 在山林里的草丛里 有两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鞍唇 它们的父亲外出捕食去了 只剩下母亲留在这里照顾着它们 好了 我知道你们饿了 稍等一会儿 等一下你们的爸爸就带着食物回来了 什么声音 好像是猎犬 不好 真的是猎犬来了 这下该怎么办呢 它好像闻到我们的气味了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不然会有危险的 我要是飞走的话 我的孩子要怎么办啊 它们一定会被猎犬发现的 不行 我得把那只猎犬引开 鞍唇 那里有只鞍唇 它怎么飞得这么奇怪啊 一定是受伤了 阿宝 快去抓住它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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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